大家好,歡迎回到《進財論教知,港人講師,話你知》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林伯強老師 我是香港科學創意學會 並且是香港數理科技工程學會的理事 今天很高興請到甄子文化協會的主席 曾榮輝先生上來做訪問 甄子席,歡迎你 多謝林先生 我想問,儒家經典很多 譬如有論語,甄子有分編著校經和大學 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著作 比較簡單的三字經,第字規等等 林林總總,這麼多 那怎樣才可以有效給小朋友去學習中讀 並且能夠叫他們了解到其中的意義呢? 其實如果小朋友來說 我們叫做教授一些經典給他們 最主要不要想太多 最主要先從一個讀字講起 只讀可以 是的,因為你說要小朋友去認識一些字 因為始終詩經裡面都會有一些比較深厚的字 你要從他識讀去了解 去認識再知道理 這個過程對他們來說 我想對他們來說 都有一定難度 而且亦都不是 對他們的興趣都會大減 所以先用一個讀字 因為反覆地去讀 有如我們好像阿林總,我們常常唱歌 透過不斷重複讀的情況下 其實就好像唱歌一樣 再唱幾次 你就自自然會懂得背重了經典文章 其實你說中讀也有一定的好處 因為讀的過程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首先用眼睛去看著做字讀 跟著他講出來的聲音自己聽 這件事主要都是使用他的右腦 之後其實他對於一些文字上 他要研究這個字怎麼寫 再深入去瞭解他 其實他自己都會用左腦 其實有些研究表示 左右腦一起去運用 其實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的記憶力比平時很二至五倍 也有些報告這樣說 其實每天他們去背重一些 不要說背重 應該是讀詩經 讀詩經 每天去讀一篇 可能很短的 唐詩也好 三字經短短一兩句也好 他每天寄十個字的話 一年已經三千幾個字了 其實足以足夠一個小學 如果比較小的小朋友 足以小學高小的理解文字程度 對於小朋友來說 他理解多了 你就可以給他一些書本去閱讀 令他接觸更廣闊的知識領域 所以你說讀經的好處或者方式 我比較鼓勵直接給他讀 之後慢慢去到他 他越來越懂事 越來越了解更多知識的時候 再去逐一和他講解 其實憑著他自己的經驗 他每遇到一件事的時候 他都會回想起 其實因為深入了前意識 他都會回想起自己 原來那時候讀詩經 他會更加相信自己讀的文章 然後就行規道舉 做到一個品德修飲的效果 所以你的方法 都贊成小朋友 從小開始 還不讀詩經 另外我自己有分享一下 我小時候 中學時代都有在教科書 讀一些論語的法文 我還記得論語其中一句就是 君子無忠實之為人 造字必於事 顛背必於事 那時候讀的時候 不知為何 只要讀照背 但後來出來做事的時候 才領外到這句說話的真態 就是做一個君子 無論你有沒有人看到 無論你的生活是這麼顛簸 你維持自己的生活範則 你才是一個君子 所以就是同一個經文 同一個經典 你小時候不明白的時候 但你中讀了 你背中了 你到大了的時候 就會進行人生體驗 你就會自然明白 是 所以這真是一個方法 沒錯 林Sir完全有真指 我們所說的神讀的精神 無論自己一個時候 有沒有人看著你 都可以保持著自己的規範 做好自己 所以立即看到林Sir就是一個人版了 我也是今天珍珠石學習的 多謝大家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多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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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